有些事情无需解释也无需炫耀,成功和美好自然属于你,若你拥有近乎完美的一切,很少有人不感到极度,保持低调和淡定,是心智成熟的体现,是成长后的大智慧。 我曾提及翠炎禅师关于韬光养晦的卓越智慧,无论与众相处还是独自一人,都应保持低调不入锋芒,如同哑巴龙子,看似吃傻陶醉,隐藏自己的光芒和名声,培养智慧和洞察力,无论动态还是静态,都应忘却内外之别。 对于这段话我解释道,无论与众人共处还是独自,都不可炫耀自己卖弄才华,要真正做到韬光养晦,就得像吃傻聋哑之人,修行者不应追求名声,一旦出名,嫉妒、障碍、陷害、诽谤便会接踵而至。 真实智慧需要培养,而非仅仅通过学习获得,逞一时口舌之快,卖弄和炫耀自己,实为不智之举。 记得有一次,丹霞禅师去拜访惠中禅师,恰好惠中禅师正在休息,丹霞禅师便问惠中禅师的弟子,敢问惠中禅师在家吗? 弟子初误禅师,想在丹霞禅师面前显摆,便答道,在事在只是不见客。 丹霞禅师假装惊讶,你答得如此深奥,我实在难以理解。 弟子听后更加得意地说,就算你有佛眼也见不到他。 丹霞禅师微笑道,年轻人真是才华横溢,不愧是龙生龙,凤生凤。 惠中禅师醒来后,弟子便将丹霞禅师来访的经过告诉他,并自夸了一番。 他本以为会得到师父的夸奖,不料惠中禅师听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并给了他二十磅。 最后将他逐出山门。 丹霞禅师得知此事后,对惠中禅师的果断和智慧表示由衷的敬佩。 果然是南阳第一禅师,修行之人断不可陷入口舌之争。 禅无固定见解,该赞美时赞美,该批评时批评。 那些四处炫耀自己,对事物仅有一知半解的人,往往缺乏真才实学。 正如满瓶水不响,半瓶水响叮当。 因此我们要学会谦虚,学会身体力行。 书本上学到的多为知识。 儒家云,济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那并非自我领悟。 智慧远于内心的定静,非外界所赐需培养。 内心清静至一定程度。 智慧自然生发,由定而生会。 内心不动摇,外境不执着。 内外本为二,二者皆无,方为不二。 才能达到一真法界,若仍有内外之分。 则仍在十法界中,众生应懂得培养智慧和洞察力。 炫耀是愚昧之举。 唯有真正获得大智慧,方能成为一代英才。 我在讲解《观无量寿佛经》时, 确实曾用一句话来解答人们对烦恼二字的提问。 无忧恼处,我当往生。 不乐言福提着恶事也。 这段话是《观无量寿佛经》中佛为维提西夫人所说的。 描绘了维提西夫人觉悟的过程。 维提西夫人经历了家庭变故,感到非常痛苦。 他请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不再愿意留在娑婆世界。 佛非常慈悲,并没有直接给他介绍一个地方, 而是利用自己的神力,将十方诸佛世界展现给他看。 维提西夫人观察后,认为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最美好的地方。 请求佛帮助他往生到那里,不再留恋缩婆世界。 维提西夫人的这种举动,提醒了我们这些常常迷惑颠倒, 留恋缩婆世界的人。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时, 我们应该有勇气和决心去寻求解脱和觉悟, 不要被世俗的烦恼所困。 同时也强调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和佛的慈悲, 鼓励我们修行,追求更高的智慧和觉悟。 有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 而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和迷惑, 陷入了暂时的烦恼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我讲经的目的并不是要每个人都气势出家, 而是教化众生如何看破世间烦恼, 如何回归真我? 吴德产师收了很多年轻的学僧, 并告诫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俗念忘掉, 做到色身骄语常驻, 性命赴给龙天, 否则山门是不会容纳他们的。 然而,学僧们往往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有的好吃懒做, 有的贪图享受, 有的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吴德产师决定召集门徒, 希望引导他们找到觉悟之路。 他对学生们说, 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如果听完之后你们仍然无法领悟, 那么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故事讲述了一个灵魂在死后抵达一个未知之地, 刚进门守门人便问他, 你喜欢吃喝吗? 你喜欢玩乐吗? 你讨厌工作吗? 这个灵魂回答, 我喜欢享受美食和娱乐, 不喜欢工作。 守门人说, 那这里就是你的理想之地, 这里有丰盛的食物供你尽情享用, 你可以无忧无虑地睡大觉, 无人打扰。 这里有丰富的娱乐活动, 让你尽情欢乐。 灵魂听后欣然留了下来,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 这个灵魂开始厌倦这种生活。 他找到守门人请求道, 这种生活太单调了, 我玩得太多, 对娱乐失去了兴趣, 吃得太多身体发胖, 行动不便, 睡得太多, 头脑变得迟钝, 你能给我找份工作吗? 守门人微笑着回答, 很抱歉这里没有工作, 又过了三个月, 这个灵魂再也无法忍受, 再次找到守门人, 这种生活我实在无法忍受, 如果再不能工作, 我宁愿下地狱。 守门人大笑道, 这里本来就是地狱, 这里会让你失去理想, 创造力, 没有前途, 没有希望, 你的意志会逐渐消沉, 人格也会逐渐腐化, 这种心灵的折磨, 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要强烈无数倍,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享乐, 而在于实现梦想的过程, 追求幸福的过程, 因此拥有梦想, 创造力, 挑战和目标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任何被烦恼困扰, 被诱惑蒙蔽的选择, 都会让我们离真正的自我越来越远。 智慧之人面对问题时, 会先保持冷静, 进行总结和反思, 而愚昧之人遇到问题, 首先会被情绪所左右, 进而发泄情绪, 有时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自己身上, 因此人们在面对问题时, 应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 先从自我反思开始, 这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 我在讲法时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 当你照镜子看到鼻子上有一个默点, 觉得非常讨厌, 但擦拭镜子是没有用的, 外在世界就像一面镜子, 境界是外缘, 引发了心中的喜好和是非观念, 如果能够回光返照, 内省自心, 就能达到觉悟, 修行之人明了, 是非好恶乃内心的分别, 外界本无是非好恶, 一切法平等, 一切法如一, 无有高下之别, 是我们的错觉, 才产生了善恶是非之分, 有时我们无法开悟并非外界环境所致, 而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 释迦牟尼为了让弟子们开悟并自行, 曾用马育人来进行开示, 一天, 释迦牟尼在经社中静坐, 弟子们化缘归来, 他们神态安详, 精神焕发, 弟子们在水池边洗净身上的尘土后, 回到经社等待佛陀的开示, 佛陀安坐金刚坐上, 等所有弟子都回来后, 温和地说, 世上有四种马, 第一种马在主人给他配上马鞍, 套上配头后, 能日行千里, 并能从主人扬起的马边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 自行调整速度和方向, 这种马洞察力极强, 被视为一等两马, 第二种马虽不能从马边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 但能在马边触到马尾时理解, 然后迅速奔跑, 反应虽然不如第一种马敏捷, 但也很灵活, 健壮, 算得上是好马, 第三种马无论主人如何鞭打, 都不能理解主人的意图, 反应迟钝, 直到主人失去耐心, 开始使用暴力, 他才明白主人的意思, 然后顺从地奔跑, 这种马是后知后觉的庸马, 第四种马比前一种反应更迟钝, 甚至有些愚钝, 直到主人愤怒至极, 他才如梦初行, 全力奔跑, 这是愚昧无知的奴马, 讲到这里佛陀停顿了一下, 然后微笑着看着经社里的弟子们, 发现他们都在专注地聆听, 于是继续说, 这四种马实际上代表了四种人, 第一种人听到世间无常, 生命有生有死的道理, 便能立刻警醒, 奋发向前, 努力创造新的生命, 这就像一等两马, 看到鞭影就知道向前奔跑, 不会等到死亡的鞭子抽打在身上才后悔, 第二种人看到世间的变化, 生命的起伏, 能够及时醒悟, 并时刻自我鞭策, 不敢懈怠, 这就像二等毫马, 鞭子刚触到皮毛, 就知道全力奔跑, 第三种人比前两种人迟钝, 当他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死亡的痛苦, 生命的消逝, 才开始感到恐惧, 开始珍惜生命, 这就像三等庸马, 非要受到鞭打的痛苦, 才能有所觉悟, 第四种人最愚钝, 只有当自己被病魔缠身, 生命即将结束时, 才后悔没有及时努力, 白白在世上走了一遭, 这就像四等弩马, 只有受到剧烈的痛苦, 才知道奔跑, 但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听了佛陀的开始, 弟子们已经开悟, 于是闭上眼睛, 冥想自行, 认清事情的根本原因, 是人的境界的一种开悟, 心若开悟, 其一变随行随动, 其行也将随之而变, 洪湖之志也需要配合 翱翔的能力和智慧, 才能得以实现, 在世间生活, 有些人致力于证明自己, 而有些人则志在改变世界, 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不懈奋斗, 当您置身于名利的竞技场, 面对重与轻的抉择 和金钱的诱惑时, 请务必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获得内心的平静, 当人生即将走到尽头, 回首往事, 如果您能对自己所做出的 每一个决定都感到无愧于心, 那将是人生中难得的完满, 我曾对世间的金钱, 名利和浮华生活有着这样评价, 自古以来, 世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不畏因果, 犯下诸多罪行, 这些是那些迷惑颠倒之人所追求的, 而真正觉悟的人则不会, 即使得到了, 也不要沉溺其中, 以免招致祸害, 而是应该成全功德, 让利于众人共享, 这个道理仔细思考后并不难懂, 人在世间, 一切享受只需足够即可, 衣物能避体, 食物能满足需求, 住所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 无需豪华别墅, 我在美国建过一些大房子, 内部设施奢华, 我在里面坐坐, 喝喝茶享受一下, 但主人却为了收拾房子而劳心劳力, 承受巨大压力,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聪明人不应做糊涂事, 我对世俗生活的评价, 目的在教导人们追求生活的简朴和心灵的圆满, 我通过这个故事来启示世人, 很久以前, 希达多太子走到一棵菩提树下, 面朝东方, 盘腿坐在用吉祥草编织的菩萨座上, 并发誓, 如果不能成就佛道, 我将永不离开此座, 经过四十八天的深入禅修, 太子终于获得了伟大的神通, 就在那一刻, 菩萨座散发出的光芒锐气遮蔽了魔宫, 惊动了魔王波寻, 波寻得知希达多太子已经修成菩萨道, 愤怒至极, 立刻派遣魔兵魔将前去干扰太子的修行, 魔王首先派遣了三位妖艳的魔女, 试图用美貌诱惑太子, 魔女们施展各种媚态, 甜言蜜语, 劝说太子回宫继承王位, 享受荣华富贵, 不要在这里酷休, 但太子始终不为所动, 为了教训这三个骚扰他的魔女, 希达多运用神力将他们变成了满脸皱纹, 丑陋的老太婆, 三位魔女用尽所有魔力, 仍无法恢复原貌, 于是跪在希达多太子面前流泪忏悔, 恳求太子慈悲救度, 恢复他们的美貌, 得知美人计失败后, 魔王怒火中烧, 亲自率领众多魔兵魔将, 前来向太子兴师问罪, 太子平静地对波寻魔王说, 我过去广修功德, 供养无量诸佛圣贤, 福德智慧不可思议, 并不是拨寻你的魔力所能摧毁的, 话音刚落, 只听到轰然巨响, 魔王应声倒地, 其他魔兵魔将见此情景纷纷下跪, 虔诚地向太子求哀忏悔, 希望太子能怜悯他们的愚痴无知, 太子以慈悲为怀, 宽恕了他们, 最终太子经过精心地修行, 克服了各种考验修成了正果, 世人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 坚守信念增强自制力, 不被欲望轻易左右, 只有坚守道德底线维护原则, 才能提升个人品德, 使人格更加崇高, 从而赢得他人的尊敬和敬意, 心动则易动, 面由心起, 唯有心念平和方能智慧超群, 越是气势磅礴, 越是坚定自若, 越应不被外物所获, 心中常怀目标, 方为至高智慧, 事业方能成功, 六祖大师在谈经中阐释, 坐禅并非仅止身体打坐, 而是指内心的不动摇, 所谓坐是指心保持不动, 对五于六臣不生贪助, 而禅则是指不执着于外向, 对外不执着称为禅, 内心保持平静称为座, 食物禅师在云游说法途中, 偶遇一位青年男子, 两人相谈甚欢, 不觉夜幕降临, 便一同在一家旅店流宿, 夜深人静时, 禅师察觉到有人在他的房间中悄悄行动, 于是询问, 天亮了吗? 一个青年声音回答还没呢? 禅师继续问你是谁, 对方答道我是小偷, 食物禅师说, 哦,原来你是小偷, 这是你第几次做这种事, 小偷回答次数太多记不清了, 禅师又问, 每次偷窃之后你感到快乐多久, 那得看偷到的东西价值如何, 小偷回答, 禅师接着问, 那你的快乐能持续多久, 几天而已之后又回到不快乐, 小偷答道, 食物禅师说, 那你不过是小打小闹, 为何不干一票大的? 小偷好奇地问, 难道你也是这一行的, 你一共偷过几次? 食物禅师回答, 我只偷过一次, 但那次让我受益终生, 小偷急忙追问在哪里偷的, 能分享吗? 禅师突然抓住青年的胸口问道, 你明白这个吗? 这是无尽的宝藏, 如果你将一生奉献给他, 将享用不尽, 这番话让青年如梦初醒, 他决定改过自新, 并拜食物禅师为师, 最终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禅者, 许多人就如同故事中的青年一样, 内心本拥有无尽的宝藏却浑然不觉, 常常为了追求一时的快感, 一念之差便误入歧途, 迷失本性的人又怎能获得永恒的快乐, 又怎能拥有真正的成就呢? 食物大师的教会令人深思, 真正的修行者应当审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和所作所为, 是否与佛陀的教会相符, 少批评他人, 少论人是非, 在身、口、 一三叶中, 口叶、 罪易触犯, 常常阻碍了自己和他人的修行, 少发表一件, 内心自然变得清净慈悲, 所谓的无知, 即古人所说的大智若愚, 内心拥有真正的智慧, 在修行上, 永远精进不屑, 远离懈怠和堕落。